公司長講到很多外資這個概念 我們看到這個是澳洲 你在澳洲買房子 一百萬澳幣以下要多加收費 大概五萬塊澳幣 那如果一百萬以上加更多 就是他對外資有反而是加稅 我們現在變成 如果你是變成外資的時候 我們繳稅繳50% 但外資繳20% 我想這個差距太大了 所以將來內資外資的平衡問題 這個我也跟曾主委不斷的反應 我想交易所可能有一些未來的平衡 那這當中除了剛才 我要請林總經回應一下 黃董事長的觀點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很多人關注 包括金管會已經開放 大陸人要可以買台股了 這個是一個 那香港跟大陸之間的副港通 或深港通 大概都陸續要開張 我們現在也聽到有台日通 台新通 我們也希望跟大家通 這個目前進度到底怎麼樣 也請林總經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 謝謝 我想基本上我們 假定我們先不談外資或者是內資 就我們談說是機構法人好了 那國內也有機構法人 我想如果說我們今天投資人 他因為他的限天的條件不一樣 譬如說機構法人 他的資本比較雄厚 他研究人員比較多 他可能佔了某一些優勢 我想這個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是很難完全去避免 可是就一個市場的運營者 從台灣證券交易所的角度來看 我們的遊戲規則的話 就不可以有這樣一個區別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像去年有兩個例子 一個就是說你現在這些外資的研究報告 如果萬一是在媒體洩漏的話 那我們現在要求他們要做一些所謂的申報 那只要一些申報 那我想交易所就有比較足夠的這個資訊 可以去理解像這樣一個資訊的洩漏 到底是有益還是無益 我想 所以外資報告如果被報紙拿來當頭條 那政撼力就打了 這個有炒作嫌疑 這個也是我們非常的在意的 甚至另外一個很明顯的一個例子 就是去年四月這個F股再生被這個格勒克斯 這個外資研究機構襲擊的時候 我們金管會應該是在講 在全球是第一個主管機關是對它進行這個 這個移送的 那我們看到像這樣一個放空機構 在全世界對一些公司攻擊的時候 對這個攻擊的時候 我們看到過去的其他市場的主管機關 都沒有採取動作 那我這一次我想金管會是是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看到後來的香港的這個證監會 最近也對一個類似這樣一個機構 他也採取這個追溯的一個一個一個動作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是也表示 包括主管機關包括教育所 我想我們去追求一個一致的公平的遊戲規則 這個我想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第二個談到這個副港通 當然我們看到這個副港通 產生一個非常正面的效果 我們當然也是非常恭喜 可是實際上 副港通浮出台面之前 我們跟新加坡其實就已經在談這個台信通 那交易 交易所會去談這個台信通 嚴格講起來也不是一個全新的這個idea 交易所其實在十幾年前就有想過跟日本跟澳洲跟新加坡 做這個我們所謂的跨境的一個交易 那這裡頭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涵是說 基本上我們都非常希望我們國內的投資人都可以投資台股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做一些進口替代 把國外好的商品都到台灣 但是我想以全球資本市場的這個豐富或者複雜 其實我想我們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做到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很多台灣的投資人他還是透過付委託 甚至他把錢直接回到海外去進行海外資產的投資 這個沒有辦法避免那麼在居然沒有辦法避免的情況下 我們不妨透過兩個交易所的連結 我們讓投資人更方便讓投資人的這個成本更低 然後呢減少風險甚至所有的資訊更透明 這個是我們當初在推動這個台信通的這樣一個想法 那目前我們已經進行到我們整個規劃方案都報給主管機關 那麼正在進行我們交易系統的開發 那屬於台灣證券交易所的部分呢 我們希望在七月份呢可以把整個這個機制都ready 那台灣跟日本也在談 那其實我們在談兩個交易所的合作是也談很久 那其實也因為富港通也因為台信通 所以我們跟日本交易所的合作在最近有非常明顯的這樣一個發展 譬如說三月份日本有一個這個投資人博覽會 本來他的邀請是邀請上市公司去promote的 但是他其中也留一個攤位給台灣證券交易所 讓台灣證券交易所到那裡去promote台股 那就是一個兩個市場覺得我們不見得一定是聯合遊戲的競爭 兩個市場即使是可以互相協助 因為跨境投資畢竟是一個常態 那另外就是我們也在進行就是怎麼樣把台灣的ETF帶到日本 也把日本的ETF帶到台灣 那換句話講台股非常好 所以日本人投資台灣的ETF我相信特別是 日本的外資只有一%現在在去年底已經到15%了 這個我想是昨日提到一個重點 所以其實我們連續六年每年都到日本去招商 那我相信組織人非常清楚日本的民族性要磨很久 所以我們是基於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從一開始進展很慢 但是我們沒有停過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每年持續日本抄商 那確實也看到一個效果 所以我想透過交易所跟交易所的連結 我們讓投資人方便讓證券商方便 我想這個是交易所的一個想法 我想下一個你可以我給總經理也可以建議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交易所花型公司 我們將來我們幾乎差不多是台灣的土產品 我覺得將來我們更大的志氣 就能讓全世界這種比較亮眼的企業 也願意到台灣來掛牌 我覺得那個是更高的志氣 為什麼 我們如果說賣土產變成可以賣世界的精品 那交易所的這個規模就不一樣了 所以你看到香港為什麼要搶 香港後來歐蘇丹 Prodot 大概通通都到香港去報到了 我覺得那個就包括你看金沙 永利 那種賭場也到香港去報到了 所以這個時候他的整個發行的廣度 相對來講就會相對的廣 那我覺得我們將來也許從發行面 那我們可以一方面近越遠來 也就是說我們可能更積極讓全世界都來投資台股 我覺得我們人氣就會增加 台灣最強大的優勢 就過去來講 我們周轉率是世界第一 我們台股的周轉率一度高達591% 現在這個周轉率變成兩位數以下 我想量的萎縮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振手稅我一直在講 我說不要輕舉妄動 除非你有更好的聰明才智 但是後來你想一想 我碰到奈士堡 碰到很多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大家都要幹 現在害死了馬總統 所以就是說這個一個不小心 你對市場不了解 當然大家磨刀厚厚之後 其實帶來更大的後遺症 那我想現在要重拾舊山河 我們重新再給台股帶來一些新的生命力 等一下回來我們請教顯華兄 到底我們如何讓台股重新找回過去沒有的活力 好不好 董哥我們稍微休息一下